最近几年台湾吹起了欧式面包的风潮 但还是有顾客对于NNQ有弹性的传统台式面包 情有独钟 就有面包师傅专门供传统的台式面包 像这一位阿威师傅 他是以传统口味当作基础 利用以前当厨师的料理功夫 变化出了好多风味出众的甜咸面包 不跟随市场潮流硬碰硬 反倒替自己开创出了一条宽敞的赚钱之路 因为他待会儿还要再烤一次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蛋不能把它炒熟 一大早黄威勋的厨房里就传出阵阵丹香 他是客家菜里面集中一个一批道菜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客家菜 怎么样来运用在面包上 没有本身客家的 菜包能的咸香让人闻了口水快流下来 不过这不是客家餐厅的后厂 而是面包店的工作厨房 老板师傅黄威勋正要用这正宗客家味做咸面包 像做菜一样 其实我店里面包很多是用做菜的原理去制作 做面包当作料理 黄威勋曾经在餐厅厨房工作 黄东菜很拿手 客家菜是故乡味 厨房功夫出色 把面包体当画布 调理当颜料 变化出各种甜咸口味 收服老涛味蕾 菜包能煎好后 拌入青葱再铺上面包片 就可以进烤箱烘烤 而客家咸猪肉 如法泡制 又是另一款人气大烧包 我是觉得说 做面包还蛮可以去自由发挥的 对啊 把食材运用在面包上 还蛮有趣的 到五分钟就好了 高中念的是餐饮科 黄威勋从小就对料理有浓厚兴趣 退伍后很多同学和当兵学长 都跑去当面包师傅 让黄威勋产生了探究的兴趣 而一头栽进烘焙的领域 前后在许多的面包店工作 吸收不同师傅的经验而成为高手 2012年代表台湾参加世界面包大赛 抱回团体组第三名 和艺术面包类个人亚军 成为吴宝春之后的烘焙界台湾之光 两年前创业自己开面包店 他逆向操作 舍弃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流行的欧式面包 专攻传统甜咸口味 选在台北复兴南路的巷子里 复兴台式面包 我觉得趋势可是也已经饱和了 这个领域很多人做欧包 相对重复性就很多 重复性一多 你要呈现自己的特色不容易 因为大家都做一样 台湾人基本上都吃软不吃义 所以说我还是 我还是觉得说 做软的接受度会比做硬的来得高 不再竞争激烈的欧包市场 硬碰硬 黄威勋从台湾人熟悉的台式面包中找软实力 厨师出身加上个性不爱一成不变 他以传统软面包当基础 加入在地食材改良变化出各种美味拼图 欧式面包和台式面包除了馅料口味不同 从最根本的面粉就有差异 欧包讲究扎实有嚼劲 精性不能太多 而台包因为表面的料理料比较多 需要打出精性让面包软Q有弹性 来支撑丰富馅料 黄威勋做面包讲究天然的最后 相信面粉发酵用的就是自己用裸麦粉 培养七天的卤方种天然酵母 可以直接吃吗 可以 但不能吃多 什么味道 它就面粉的香味 带一点点酸味 就这样子 像有优肉的 对 在搅拌过程中台式面包会打到完全扩展 把那个面筋完全把它搅拌出来 所以它在拉的时候它可以拉很长 料理食材用的则是精挑细选的无毒农作 他特地跑到产地做挑选 用行动支持良心小农友善耕作 亲近土地的健康理念 像我跟小农合作之后 他们吃过我的面包 他们觉得很开心 一个红萝卜变吐司 南瓜变面包 他们觉得很神奇 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我心苦种的南瓜 变成一个很美味的馅料 南瓜连皮带肉蒸熟 拌入砂糖 混入发酵奶油增加化口性 莱姆酒提香打成南瓜泥 皮肥药 因为其实它的纤维质蛮多的 对 它的纤维很多 还蛮有营养的 然后加上它吃起来这样 比较口感 咬的时候比较口感 不是吃下去 而不是单一的 就是绵密的这样 南瓜泥进烤箱 手感水分后 就可以包进面团 变身南瓜吐司 而另一锅 自己熬煮的蜜漬凤梨 加入橙酒 化融点睛 煮到水分有点干 又不会太干 呈现半透明状态 就可以放进模子 和生面团一起 发酵四小时后 才能进烤箱烘烤 甜美 旺旺来 你和台湾人爱吃热乎乎 面包的习惯 不嫌麻烦不一次做完 上下五个出炉一次 乘以百分百 靠着创意又本土的口味 黄薇熊的面包 已经成了附近社区居民 和上班族的第一选择 南瓜的天然的味道很重 然后很软 就是因为它太软了嘛 所以不能切 所以我都用捏着吃 就觉得蛮好吃的 很松软 然后就是没有加任何 人工香味的感觉 吃得出来 对 吃得出来 应该台式的吧 对对 我喜欢嚼起来简单 然后应该说比较好嚼去 所以你也是吃饭不吃饮 吃饭 可能他们觉得说 吃一个便当太多了 那我面包上面放一些菜料 一个刚刚好 创业短短两年 已经赢得认同和赞赏 黄维勋说 看到满意的表情 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他要继续认真做台包 未来计划开三到四家直营分店 成为耀眼的大招牌 做面包是 对我来说好像一种使命 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最晚 用好的食材 用在地 台湾在地食材 做出好的面包 要一生玄命 做面包当使命 职人黄维勋的台包 当然好吃 在擅长的领域找优势 避开硬仗 发挥软实力 赚钱一定 超级硬